几个月 梁卫楼首长 我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我知道这些年 吴捷桥不惯我 明里暗里排除 我承受得了 但是军区党委 也这么对付 我无法克服 陈哲同志 你不能这样看待吴杰 他毕竟是我们革命同志 他是搞政治保卫工作出身的 警惕性是比一般同志高一些 警惕性高并不是缺点 一事当前 我们首先要把人往好处下 至于说军区方面吧 更没有谁有意排斥打击你 但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了解你呀 如果不了解你 单凭这两个特务的苦工 我也会主张慎重地使用你 嘉宾能有什么时候做 明天就回军区去 好 电视儿 好 电视儿 我是分析降水区的 这是线上让送的军粮 找谁办手续啊 陈助理 他在哪儿呢 在后头库房里呢 陈助理 陈助理在了 在 陈助理 陈助理 老陈 你怎么在这儿啊 请三啊 来来来来 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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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什么时候当着助理了 我这个助理 也是临时的 原先的助理啊 他都分区搞轮训去了 我的问题 上级党委还没有研究 所以 临时让我来这儿 帮帮忙 那要是连你陈志都信不过 还有谁能信得过呀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咱们不能为人组织 斗争这么复杂 谨慎一些 也是应该的 不是还出过余阁那样的事吗 你能试余阁吗 兄弟 我真的是替你委屈啊 我陶庆三在鬼子和汉奸 眼皮底下 干了八年的地下斗争 每天提着脑袋 在刀尖底下走道 坏人我见得多了 那是黑是白 看眼神就能分得出来呀 你相信我 那还用说吗 牛圣武他们指认你 那肯定是敌人想陷害你呀 我们干地下工作的时候 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 我们见得多了 我玩过 敌人也玩过 不行 我不能看着好人受委屈 这样吧 我设法混进城去 找找以前的老关系 看看能不能逮住那个王东升 逮住他 事情不就都弄明白了吗 秦三 这个不成 你现在身份已经公开了 是区委书记 到县城里面太危险 有啥危险不危险的呀 那抗战八年 鬼子和汉剑都没能把我怎么样 他个阎老西的人能把我怎么立呀 就这么定了 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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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 坐 坐下 坐下 真的不成 太危险 不能去 我的问题 不是问题 你小子呀 让我说你啥好呢 行吧 今儿就算我陶景三多事 你就是憋屈子 你也是活该 陈智 陈智 到 陈智 你老实交代 前几天 陈智三为什么来找你 他是来送军粮的 我们是熟人 办完公务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 都聊什么了 都只是闲聊 没有具体内容 到了这儿了你还不老实 老师 秦智 陈智 陈智 真的只和你聊了一些闲话吗 陈智三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还在装糊涂啊 他失踪了 失踪了 坐下 坐下 根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 他有可能去了分析县城 一个区委书记 不给组织上报告 不跟任何人联系 连个通讯员都没带 一个人去了敌人占领的县城 他有重大投敌嫌疑 而这一切都是在你们见面之后发生的 你能说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老头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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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信我 陶晴三绝不是投敌去的 那他干啥去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他是去找王东升去的 帮我洗纱冤屈去了 丁队长 明哥 你可一定要再来哦 不然我可不议你啊 好 明天我一定来 慢走啊 走了 再见啊 丁冠 还认识我吗 这不是陶爷吗 少女乃事 走 换个地方说话 三爷 我是看特工的 可要说吃这碗饭 你得算这个 在这巴上大的县城里 咱俩当了八年的九肉朋友 可愣我愣没瞧出来 你是八路的人 对了 听说你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了 咋经常来了 从前跟日本人混在那帮人 认识你的人可真不少 现在这帮兄弟 大多数都在老杨家那儿志向的 要是让他们瞧见你 废话少说 我找你帮一个忙 你要是帮呢 我就不为难你什么 要是不忙 我就想法把一件事 告诉双剑城 他现在可是响当当的旅长 我要啥事 值得你向他报告啊 那天双伯寿被柳石居 抓到城里后 是不是有个姓秦的伪军班长 准备叫他出去啊 那是我的人 他拉你一起干呢 结果你非但没有帮忙 还向鬼子告了密 搅黄了这件事 不然双老先生到现在 可能还活着呢 是不是 陶爷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王东生在哪儿 我 不知道 于贵 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出身的吧 我说 我说 他们现在在党部那边 过几天 准备去弃南 这么说他真是 是商剑城那边的人了 王厂长 捡到商旅长他们几位后 替我温身好 好的 没问题 书不远送 再见 我看他老子动手 你帮老子干什么出身的吗 哎 我服了吗 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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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 轻点 轻点 现在知道疼了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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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老陈 这回你的冤屈 是不是可以洗清了 你以为这么做就是英雄啊 得亏你小分点大 不 要是试了前提 陈芝这个倒霉蛋勇士 翻不了声不说 我还把你自个儿推进去了 你愿我这辈子怎么过得去啊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这不都是回来了吗 轻点 王东升那个老特务啊 到底是受我训练的 拳脚不软 老的这回啊 是着实的吃点亏呀 和奶奶的 哎呀 老梁 青山啊 你小子还真行 硬是从胡嘴里 给我扒了个牙回来 马马虎虎吧 进哪 进哪 老陈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就有一项内容 宣布 区域党委和军区党委 对苏家级战斗势力的 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经过深入的调查 区域党委和军区党委认为 这次战斗的势力的原因 吴杰同志附有主要领导责任 决定撤销吴杰同志 地委书记和分区政委的职务 该任地委副书记 令调常青同志担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根据王东升的交代 可以判明 牛圣武指认陈氏是错误 完全是敌人的阴谋 不过陈氏同志在苏家级的战斗中 没有能够坚决抵制上级的错误命令 也要对战斗的势力负一定的责任 区党委和分区党委给予记忆大国处分 根据他本人的特长 决定把他留在旅南分区继续做武装工作 具体职务由地委安排 吴杰同志 对区党委和军需党委的决定 你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 陈志的工作区党委交给地委来安排 我想发扬一下民主 在座的各位县委书记 你们谁愿意把陈志领回去 到我们县来吧 我们县正好缺一个县大队长 你是第一个怀疑我的人 怎么又伸手拉我一把 他们不了解陈志 我了解陈志 他们不是不了解我 是怕我不好领导 他们害怕我不怕 反正我也从来没领导好过你 大不了跟以前一样 你这个同志 虽然挨脚真 但心眼不外 你这个同志 虽然挨脚真 我现在是副书记 除了这样的事 我知道您心情不好 您是我敬重的老领导 有一点是我始终坚信不移的 就是无论对错 您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 您的党龄那么长 党性比我坚强得多呀 我相信 作为一个像您这样真正的老革命 绝对可以经受得起任何考验 良言一句三冬暖啊 你是个厚道人 坐吧 我的老领导 您现在也体验到受挫折的滋味了 将心比心哪 你有没有想过 别人也一直在品尝着这种滋味呢 别人 你说陈志 吴书记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给陈志 在1936年下征一案当中的特险问题 下结论了 如果说他真的是特务 那敌人怎么会布下这样的反剑剂 来对付他呢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布下反剑剂的 是商剑城 也许陈志是高级特务呢 他的底细连商剑城这样的敌人也不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 下征案件中被捕的同志 除了他和黎一梅 其他同志都被敌人杀害了 这是不可真编的事实吧 可是你不要说了 我搞了这么多年政治保卫工作 敌人什么花样我没见过 要想让我改变看法 拿出证据来 有时候等待和坚守 一样让人觉得难熬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消息 他怎么样了 天这么冷 他的心不会也冷了吧 这个冬天怎么会这么漫长 他想要不要浪费 他想要找你 他想要把他扭除了 你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不愧淘金三 祸充病了 抓了王渡胜 我就又可以重新拿起墙来 去战道了 立位派我去问问好 路过这里 去问通这里给了我半个小时假 我来看看你 半个小时的假 是不是一点食物吃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我 我现在 就是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挽着你 走走 就像当年 你我第一次接到师娘挽着 你一直梦想却处理不对 现在这个梦想又只能是梦想了 你一点不难过吗 失去对党工作的权利 才是我最难过的 现在就算让我当一活父 我也是快乐的 还记得牛蒙那首诗吗 记得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蒙 快乐的 飞来飞去 小绿 小绿 行 政委回来了 怎么样 情况如何 八旅那边打得不错 特别是二十四团 参谋商葛大康 亲自带了一个担任突击队 只用了一次冲锋 就突破了深渊 到底是你带出来的老部队啊 对了 贾平任第八旅副旅长的事 命令下来了 二十四团团长 我看让葛大康担任吧 这个人作战勇敢 指挥机灵 另外在团里威信很高 好 我同意 对了 第七十二十那边情况怎么样 跑了 这个商剑城 鼻子比狗还机灵 这家伙是特务出身 对我党我军都有很深的研究 从作战指挥 到政治思想工作都不在外行 如果他能换个信仰 现在就来当我们个旅长 绝对是干得项目相应 一定是很强的旅长 他对我们越了解 危害就越大 这次进攻解放区 七十二十是进得最快 沿途阻绝的地方武装 吃亏不小 抗战的时候 我跟商剑神打过交道 在对日军的作战中 他算是比较能打的 他的部队战斗力不弱 地方上的同志 希望咱们野战部队 好好教训他 这个人的弱点就是 年轻 有后台 比较跨广 基于建功立业 我们可以利用他这种心态 设好圈套让他去钻 打他个剑闭扇 那你认为 这个口袋在哪儿设最好呢 我看分析苏家吉就不错 这个地方离同苦路不远不近 太远了 商剑城不敢来 太近了 敌人可以随时增远 我方容易陷入被毒 最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 很适合一打减肥战 二十四团还是旅南分区 叫他一团的时候 在那里中过商剑城的埋伏 损失了一个营 既然商剑城 在这儿打过我们埋伏 他对苏家吉 应该非常熟悉 我们要在这儿打他的伏击 他会上钩吗 正因为他对苏家吉的熟悉 才不会相信 我们会在这里打他的埋伏 司令员 你是老把式了 作战指挥上 齐震虚实之道 应该比我领会得深啊 对待商剑城这样的遗袖 不出骑兵是不行的 等打完这仗 我们好好谋划谋划 共军 真的是要打零分吗 我看相使 在零分以北 各县的共产党地方组织 都在拼命地组织粮草 而陆东 有一股共军正在活动 据军部来报 他们至少有三个旅的番号 看来 这仗是要越打越大了 军部的意思是 把我们师从太原调往黎坟 参加守城作战 军部那些大老爷 只会躲在乌龟壳子里等着挨打 他们那套 早就过时了 现在共产党正在用运动战 在对付我们 对付运动战 最好的方法就是 运动战 师座的意思是 陆东是共产党的新区 共军可以把他的主力军队 调到陆东 但是 他也有能力这么快 就把他的军区后勤机关 也调到陆东去吗 师座 你是想抄共军后路吗 曹操跟袁绍 当年在关渡一战 曹操烧了袁绍 囤在乌朝的军粮 结果 袁绍是不战而亏 李亭 你的真机队和搜索营 有这方面的情报吗 我们判断 共军军区的后勤机关 现在在苏家籍一带 在苏家籍一带 你就这么肯定 共产党在各县准备的粮草 都在运往苏家籍 苏家籍一带 地形还是一带伏兵 共产党是不是有意把咱们引过去 不可能 共产党没那么笨 当年 我在苏家籍设过口袋 打垮过 共军的教导一团 我对这带的地形是滚瓜乱熟啊 他们不敢在我的头上耍这一套的 就这么定了 监务市长 集结你的部队 准备齐夕苏家籍 小月儿 你乖不乖啊 月儿啊 快去劳力一下 真乖 好看不 你看他 看你 爸 小花 回来了 建成啊 今天这么有时间回来了 我要带部队去打仗 路过家门口 进来看看月儿 月儿 快跟爸爸亲亲来 宝贝 亲亲爸爸 建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跳到敌人的内线去 打一场大仗 爸 我要用共产党的战术 打垮共产党 喂 喂 楼主任在吗 稍等 主任 电话 喂 我是楼机支 我知道了 好的 我也得走了 武叔说 在林坟通往吕梁的道上 接获了一批外科用的药品 并且抓获了三名共党情报人员 据车夫共称 这批药品 是运往兴线方向的 也许 这是我们挖出 林坟地下共党组织的突破口 是 这批药品 秦成啊 嗯 祝你 马到成功 来 跟老爷再见 老爷再见 我们 你们先沿着这个公路南下 做出池缘林尊的样子 今天晚上七点到达王岐以后 我们留下一个营 继续往南走 我们的主力部队 要趁着夜色的掩护 西进直杀苏家吉 各团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明白了 部队西进以后 沿途碰到共党的地方武装 不要恋战 杀到苏家吉 咬入共武军的凤秦机关 我们就算是胜利 对 再来两尺 好 来 抓紧这 速度快 苏淮 发什么灾呀 曲出去 大队长 咱们主力那边 一定准备好大打一仗了吧 你小子 你现在是文和县仙大队的队员 想什么主力的事啊 大队长 你就不惦记主力了 昨天你不是也一宿没睡着吗 我 这领导的事你能随便滥手的 看来啊这都是跟你学的 去去去去 好好看啊 赵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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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沟算是发好了 大队长 我琢磨着 就咱这阵地呀 做了也败做 你就让大伙儿 节省一点体力吧 你这沟算是发好了 大队长 我琢磨着 就咱这阵地呀 做了也败做 绕得弯子最大 去 敌人不会走咱们这儿 回 敌人他更不会走咱们这儿 咱们哪 顶多也就远远地听听枪声 就当过年放冰炮了 你打过仗吗 这枪声一响 什么都可能发生 要是敌人真经过这条道案 你把这条沟 两胖掉就淹没了 四三年我就参加了革命 四三年 不是第一次打仗 我只是心疼战士们 走了那么远的路 不想让他们再受累了 四三年你摆老子格 老子三四年就干革命了 我干革命的时候 你还在地上玩泥巴呢 三四年那怎么了 三四年的又怎么了 我赵春水 至少没被别人怀石偷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陈志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住手 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一中队长 我告诉你 陈志的历史问题 不是你不服从指挥的理由 他这个县大队长 是组织上任命的 只要任命没有撤销 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挥 宋怀 你立刻去同志所有参加 购置公事的县大队 和各驱统的干部 立刻到这儿来开会 这种马虎懈怠的问题 必须马上得到解决 在这里 对一中队长赵春水同志 提出严肃的批评 这是在拿革命工作开玩笑 同志们 你们不要怪陈志同志较真 较真或懈怠 它代表你对革命工作 两种不同的态度 不管有多累 掩体一定要挖够尺寸 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啊 等到公事全部都修筑完了之后 我拿着尺子挨个去量的 如果我发现有哪个战士 他的掩体比规定的标准 浅一寸 我就撤他连长的枝 还有一点 要准备些门板 有了伤员 好往下台 我们大王村离这儿最近 让村长留下来修公事 我带着村妇救会的同志 来解决门板问题 要多少块 大队长 你咋啦 你多大了 十六 十六 叫啥呀 秋兰 别看他十六 他是老老人了 秋兰同志 那就先准备三十块吧 是 一 二 四 一 二 四 一 一 二 四 一 一 二 四 一 二 四 这儿到哪儿了 十里啊 在王江湖宫里 就是三棵树 那可是你当初 打垮共军教导一团的地方了 占地重游啊 明日大劫之后 师座可以好好复食一手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我们沿途 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按理来说不应该呀 这分析 可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地方武装的势力不弱 想当年 在三角口 三四百的土拔路 硬扛住了西村手下的一千多人哪 大人 月二十 月二十 那车怎么回事 千万怎么回事 月二十 月二十 报报 他们一辆车先进沟里了 月二十 月二十 那车上装的是什么 都是一些治外伤的药 这医院的车怎么会在这儿挡路 他们是怕碰到共产党的邮局队 还是跟着大部队安全 去吧 是 是 武叔叔在临风通往吕梁的道上 接获了一批外科有的药品 并且抓获了三名共党情报人员 据车幅共产 这批药品 是与往兴陷方向的 也许 这是我们挖出临风地下共党组织的突破口 雨婷 通知二六团 马上停止前进 远路返回 这 这是何以试作 雨婷 我们出发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岳父打了一个电话 怎么了 如果共军的主力真的要袭击临风的话 那么他们的特工 何必冒这么大的危险 把药往北运哪 直接出城 把它交给共军的主力不就完了吗 你是说共军的主力 并不再临风 他们在跟我们装神弄鬼啊 快撤吧 师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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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条路车 慌什么 调一条最远的路 吴隆河 绕回太原去 司令员 司令员 政委 敌七十二师在十里探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 现在 他们正往北撤呢 都到了餐桌边了 怎么就走了呢 这家伙是特工出身 身上弧形重 而我们自己 也一定出现什么问题了 通知各部队 伏击战改追击战 能叼一口肉是一口肉 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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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玩人玩团吗 我是尚建成 前方什么情况 温温失作 前方走与贡军的阻击 贡军的阻击部队怎么摆在这儿来了 冲过去 师座 他们阻击得很顽强 兵力也很多 阵地构筑得很坚硬 我们医应冲了三次都没冲过去 师座 您说怎么办呢 师座 贡军的大部队 在后面追得很紧的 我看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绕开大路 走小路 走小路 车辆 资助 和火炮怎么办呢 现在人最重要 只要人在 这些东西 火开可以管上面要 火炮 弟兄们 听我的命令 卸下你们身上的重劲 秦庄 沿着小路撤队 撤 走 大队长 你看 发大财了 这地有一个团的重装备吧 一个团 什么眼力见 这怎么着得一个旅 还四三年打过仗的呢 一个褴 易中队长 你得好好跟着大队长 学学这种眼力 怎么样 现在还怪大队长当初 非要让你挖战壕吗 怎么能呢 多亏了大队长 让我挖战壕 要不是他 咱能有这么多重装备吗 我赵春春保证 以后啊 都听大队长的 他就让我挖口井 我也干 兄弟们 走 大队长在哪儿了 走 在温和阻击我们的 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县大队的土八路 是的 现在已经查明 当时附近 根本就没有共军的野战部队 那儿 七尺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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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区区的县大队 竟然让我堂堂的伤剑城 丢了所有的车辆和火炮 二要八团全是贩头 船长就有给墙毙 这笔渣 你没给我记轻了 这口气 我迟早是要出的 一个月以前就在这里 共军的一个县大队 挡住了我的一个师 这宫市做得确实不错呀 老连长 你不觉得这宫市有点眼熟吗 确实有些眼熟 这是你十几年前教我的方法 现在用这种方法构建公事的人 真的是不多呀 看来 我们又碰见老朋友了 不 讲 共军主力南串 我们这一路上 没碰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只在大黄尊 抓住了几个共产党的干部 请问师长怎么处置他们 这还用问吗 就地处决 这群土八路 比他们正规军正可恨 杀 一个不留 是 我们大王村离这儿最近 让村长留下来修工室 我带着村父救贵的同志 来解决门板问题 叫啥呀 丘兰 丘兰 她是个孩子 信仰 植根于理想和高尚的灵魂 和年龄无关 知道这些年 为什么我背着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却从来没有想过 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背弃这个祖宗 因为这些崇高的牺牲者 让我觉着 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是光荣 我们捧。 我们疑aj 你的荆史包袱 是 我呑我 国家伙 你能着这些赢了吗 不许我 我 去骑十二十师部转转 开什么玩笑 现在我军主力转入外围作战 上级要求我们保存实力 坚持长期斗争 咱们县大队这百十来条枪 可真是来之不易啊 你可别一把都给我折腾光了 谁是我带县大队去了 我就带一通讯员 小怀子 到 准备一下 跟我进堂城 陈志 不许你乱来 找出水 许主计 啥事 把你们大队长给我控制起来 不要他乱来 你敢